Hi, my name is Kai-Yuan 你不用花任何一毛錢 你就可以用你手邊已經擁有的工具 像是你的手機手電筒 那還有家裡很多的省電燈泡 或者是LED燈泡 加上一張白色的衛生紙 你就可以製造我們現在看到的燈光效果 那我們就直接從零開始 讓大家不用花幾千塊幾萬塊 去買昂貴的燈光器材 也可以打出有一定水準的光線品質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那我們就直接從第一個燈光下手 那我們主要的燈 我們就會拿我們桌上的台燈來打光 那你的台燈 不管是像是這種要裝燈泡的 或是像我頭上這種燈管形式的 反正你桌上會亮的東西 你就給它拿來用就對了 那我們直接遇到第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燈光的角度跟位置 該放在哪裡呢? 那我們燈光的高度呢 就是高過於你的頭 其實就OK了 如果你低於你的頭的話 就會看起來有點詭異 那燈光的角度其實就是看個人喜好 像是我喜歡把我們的燈光放在我們比較斜的角度 讓我們人臉 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陰影 然後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立體感 那你如果把它放到你正前方的話 那燈光直接從前面照過來就像這樣子 有點像是那種網美自拍 環形補光燈的效果 那這樣子其實是有優點的 像是你有痘痘啊 然後有凹凸不平的皮膚 皮膚狀況不好 你這樣子打出來 你那些凹洞其實幾乎沒有影子出現 你那些凹洞就會好像 皮膚變好 變平整了這樣子 所以燈光的角度就是看你想要呈現的影像風格 來決定你想要放在正前方 或是稍微斜一點 或是超級側邊 或是整個放在背後之類的 那我們就直接來到第二個問題 光線品質 光質的部分 那光質其實有分 硬光跟柔和的光 那我們的硬光呢 簡單來說就是它的光源面積 非常非常的小 硬光看起來就像這樣子 亮 亮 亮 忽然超暗 就是我們的明暗交界 非常非常的小 它的轉換 非常的快速 就是從亮忽然就到暗 那你如果想要從亮 慢慢漸變到暗的效果的話 那就是我們要來看看柔光的效果了 那製造柔光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方式 可以讓光線變得柔和 但是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我們把光線面積變大 它就會看起來更加柔和 但是其實又還有更多更多的因素會影響柔光 但是最簡單的就是 讓光線面積變大 那我們就直接把我們這個 暗光小小的光源的部分 讓它面積變大 我們就直接使用我們的 衛生紙 OK就像這樣子 那製作我們稍微柔和一點的光 那你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來 我們的亮跟暗的明暗交界 變得滑順許多 又不會忽然從亮忽然跳到暗 我們現在是一個滑順的轉變 那你如果想要讓你的光源再更加柔和一些 你可以去美術社買一些大張的描圖紙 放在你的燈前面 或者是就直接買一些這種 柔和的柔光布來使用 就可以讓你的小小光源 讓它變得超級柔和 超級柔和有很多優點 像是剛剛我們講的明暗交界 變得更滑順以外 你的皺紋一樣 痘痘皺紋皮膚不好 你的皮膚會忽然變好 因為它沒有影子出現 你這些坑坑巴巴就會馬上消失 就是一個看起來美膚的狀態 美膚自帶美膚效果 第三個問題就是我們的對比好像太強了 就是我們一個小小的主光過來 其實很容易製造一個很深很深的影子 那你可能用手機相機單眼相機拍攝 很容易這個影子的部分就會死黑 讓它太黑 完全沒有資訊 那我們想要保留資訊呢 就是讓它稍微亮一點點 但是不要比我們的主燈還要亮 讓陰影稍微亮一點點 那這就是我們用手機手電筒的時候啦 OK 那我們就直接用我們手機手電筒 把我們的陰影提亮 但是我覺得好像提亮太多了 但是我們的手機手電筒 大部分都沒有辦法調整它的光線輸出的強度 所以呢 最簡單的解決方式 就是讓它變柔和 又是拿我們的衛生紙 你就是在前面墊多一點衛生紙 然後來調整光線的強度 就像這樣子我們手機手電筒前面放一張衛生紙 讓我們的光線變柔和 讓光線面積變大 我們的輸出強度也會弱一些些 那我們把暗部提亮之後 我們獲得了更多細節 然後我們也得到我們想要的對比度 對比度其實就是看個人喜好 還是看個人喜好啦 可能有人想要超級強的對比 就像這樣子超強的對比 那這可能是你想要獲得的效果 那當然沒有問題 OK那差不多就長得像這樣子 那如果你身邊還有更多的台燈 更多的手機 或者是更多會發光的東西 當然都可以拿來使用 像是我現在手邊 還有一盞我們還沒用到的台燈 那這盞燈管的台燈呢 主要功用就是我們要延伸我們主燈的照射範圍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讓我們後面這邊的影子 又再更減少一點 然後讓我們整體的對比度又再更減少一些 因為它是燈棒 所以它其實算是一種柔光 因為我們放橫的 所以它其實也會照射到這一邊 所以讓我們這邊的影子 又再更淡化一些些 淡化就是讓它更提亮一些些 那為什麼我要做這一支影片呢 因為其實有很多很多的問我說 欸他們要買什麼攝影燈啊 然後但是預算都超級超級少 可能一兩千塊 那根本買不了什麼攝影燈 那我就想說 我們如果可以用生活周遭的東西 就是大家手邊都有嘛 就是手機手電筒 或者是你家裡用的燈泡 這種手邊都已經有的東西 就可以拿來照明 重點是你要如何用燈光的知識跟技巧 來打出你想要的光 而不是你去買一些幾千塊的垃圾 攝影燈然後來打光 你買一個幾千塊幾萬元的燈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使用它 你照出來還是一樣垃圾 所以就做了這支影片 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些小小的基礎 那就是看大家 你如果沒有預算的話 可以就用生活周遭的東西 來打出你想要的光線 OK 最後我們今天的燈光分享影片 歡迎收看這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請注意一下 我的名字是凱云 我會見你們下次見 拜拜 我會見你